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提祥阿弥陀佛 我们第十规进入信的部分 这个信 人言为信 不守信 就不向人讲的话了 而且人有五常 行为规范 其实这五常就是人格了 违背五常 仁义理智性 就丢了人格了 下辈子做不了人 五常跟五界完全相应 我们看信的句子当中 不完全是言语 所以这个信 还有延伸到 一个人的行为 值不值得人家信任 一开始比较是言语的部分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望 习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为其事 目令巧 尖巧语 会无耻 是请弃 切记之 这都是言语 来 见未真 无倾言 知为地 无倾传 这言语的分寸 是非已 无倾诺 苟倾诺 净退错 包含讲话要注意的重点 连你讲话稳重 清楚 这个也会让自己得到别人的信任 他讲话很快 讲不清楚 你对这个人信心就会打着扣了 你看到他说长道短 那更难信任他了 比说长 只说短 不关己 莫显管 接着 不是言语咯 见仁善 即施起 众去远 以见机 我们看到一个见善就施起的人 值不值得信任 这些行为都会让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信任加分 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 在这些地方可以观察出来的 见仁恶 即批评的人 你会不会信任他 他能集内性的 这个人靠谱 不会挑剔是非 这些行为能够不造成人事问题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哪些言行能够凝聚人心 哪些言行会造成团体冲突 那这些言行就是形成别人信任与否的关键 那为德学为才艺 不如人当赐利 若衣服若饮食 不如人勿生气 一个人假如只在乎这些外在的财富 财艺 这样的人你信任吗 反而是重德之人 重义之人 不好虚荣的人 人家比较容易相信 闻过怒 闻欲乐 损友来意有却 一听人家站站就高兴得不得了 别把事情交给他 人家一溜虚拍马 他就飘飘懒 马我 反而是闻欲拱 闻过心 这样的人值得信任 质量是渐相轻 无心非 明为错 有心非 明为恶 过能改归于五万 唐颖是真一孤 人非甚贤 俗能无过 但过而人改善莫大言 能改过的还是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信任 所以这个信片涵盖的范围还是蛮广泛的 这每一句我们都要用心去感受 他对自己信用的影响 信用不是要来的 你怎么可以不信任我 讲这种传统文化的外行话 传统文化是内学 莫向外穷 孔子说的 色有四夫君子 师诸真谷 返求诸其身 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省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到位 那论语当中也提到 君子信以为直 君子很重要的本质 有道义 有仁义之心 义所单为 在所不辞 我们看这个清朝 因为吸鸦片都快亡国了 这个时候临则许站出来 苟立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必屈之 这个就是 对国家人名的道义 同样的 诸位忍者 也在我们文化为己准王之秋 大家也扛起责任 为往胜记绝学 培养好下一代 江山带有闲人粗 没有人才 红不了法 讲学的人在财色名利面前 都倒下来了 你说社会大众怎么有信心呢 但毕竟 少臣若天性 习惯神自然 一定要从小扎 所以老法师为什么说 一条柔就根本 不是从小扎根啦 能撑着 不倒啊 不错啦 还要立足 还要壮大 开花结果啊 这个不简单啦 所以老人家倡导 一条龙是旧根本 那诸位忍者 勇于去承担 这个都是意以为止啊 总不能见义不为 接下来 我们觉得这该做的 离以行之 离 离结啊 离结为治事之本 做事还是要有次序 章法 不能乱啊 对人对事都要恭敬啊 这才能把事办顺利啊 迅以出之 时刻保持啊 谦虚 谦虚的态度 满朝损 千受益啊 这做事的过程当中 一有自满之心啊 自己觉得得意啊 百相会献啊 所以徐子说 百事之臣必在敬之 因为恭敬啊 能把事情做成 但是这个恭敬心要保持 米不有粗 显刻有钟啊 往往有好的开始啊 但要保持到最后 不容易啊 出发心 成佛有余啊 但是得把出发心一直保持下去 才行 才行 所以为什么汤王说要日日兴 不能吃少为主 自满啊 自不可满啊 所以了凡事迅 四则最后 一开始谈立命啊 把命运的真相 搞清楚了 命由我做啊 服自己求 接着怎么改造呢 先断恶 改过之法 再修善 积善之方 第四 谦德之效 要有谦虚才能保持 六四四卦 只有一卦 全部是吉祥 六谣皆吉 就是谦了 所以迅以出之 很有道理 程度有观察到啊 当父母的人呢 在别人面前呢 赞叹自己的小孩 当然 假如这个小孩缺乏信心呢 事实给他鼓励一下 到没有 不可 可是当父母 在别人面前讲孩子啊 是有一点炫耀自己的孩子 这个就跟签了 不相应了 不只当父母的 你当老师的 在人面前 炫耀自己的学生啊 对这个孩子 对这个学生 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真的要相信 佛法 自他不恶啊 一报 随着正报转 孩子跟学生是我们的一报 随着父母 老师的心转 我们有炫耀之成分 那孩子就慢慢会有傲慢的挣扎 我观察传统的中国家庭 别人称赞他的孩子 他马上 哎呀哎呀 没有没有 还差得远 还差得远啊 我观察过的 父母在别人面前 赞叹他的孩子 最后 最难过的一关 就是明文这一关 这一听人家的赞叹啊 他整个人就 不知不觉啊 慢行为起来了 到最后 连自己老师的话 都不听 我有观察到啊 老和尚的学生 自己家里父母很散感他 最后连老和尚的话都不听了 所以一个人家庭教育啊 自关重要啊 在这些地方啊 都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所以信以出之啊 很重要 而古人这一句话 君子立身处事 包含怎么成事情啊 你看这几个字 关键的 意以为止 理以行之 信以出之 信以成之 最后这为什么能成 因为他所这个信用 他不会半途而废 那个李老说的 我们这个民主有一个特色啊 不答应别人变霸 答应以前呢 慎重考虑 答应之后呢 头破血流啊 也要把这个承诺办到 君子一言 驶马很追啊 我们这个 古人的这个风范要沉船啊 不能搞沉 很轻易就答应了 然后呢 很快就反悔了 那就很难取信于人了 好 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提到 我们答应佛菩萨的事 放在心上 每天都得用光 得把跟极乐世界的频道要接上 是吧 一念相应一念佛 不能发空愿了 包含答应了 自己老师的承诺不能忘 这个信放在心上啊 就有一种力量 要真性就能怯愿 就有力量出来 信愿行 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有提到 古人手信用 心里起个念头啦 不违背啦 连言语都没有 哇我们听得很佩服啊 记杂啊挂鉴 汉朝 朱辉 这个读书人呢 他在太雪里面遇到了一个 同学叫张勘 这个张勘呢 突然有一天过来了 两个不熟啊 这个张勘就说啊 我想把我的妻儿啊 付托给你啊 首先我感觉这个张勘不简单 很会看人啊 古人可能呢 古人的三一命普相啊 都要懂 三就是看风水啊 因为要安葬父母啊 安葬老人啊 你得安葬好啊 不会到时候泡了水啦 做了水灾啦 所以古人那种对父母祖先的尊重啊 都体现在这些方面了 我们有一次做法会啊 突然有一个女孩啊 被附体了 被她奶奶附体了 不是 是真祖母了 结果就说了 我那个墓地都遭水了 你们都不关心 哇 这个灵魂真的不会死啊 然后呢 生前抽什么烟啊 你们要给我买那个烟 还给她点烟抽啊 那个样子都 动作都出来了 语气都一样 我听到这里说啊 人还是挺直走的啊 上辈子抽什么烟啊 放不下 这个子孙来拜的时候 没有拜他喜欢抽的烟 他也不高兴啊 所以我们五十三餐啊 你看这个附体的人 我们也得到启示啊 什么都别贪啊 什么都别上瘾 什么都好 学红衣大师 人家祖闲了 大师啊对不起了 祖闲了 他老人说 闲得好 有一天煮蛋了 不好意思 大师煮蛋了 蛋的好 都别生贪主 说谱有一爱之不清啊 临终被此爱所牵了 我很爱什么 修行人别讲这种话啊 很爱什么人事物啊 就会被他牵走了 要练什么都好 见谁都说好 这是贤工和尚 给我们的仿仰 最近相关单位做出了贤工和尚的动画 我看传的很普遍 画得非常好 我每次随喜功德 他老上 特别推崇啊 他老人家的行仪 他老人家的行仪啊 是 总结无量寿经 把无量寿经给表演出来了 那这个古人 懂这个三一命谱相 他都有他的考虑的 包含他对确实人有命运啊 他了解到自己可能会短命啊 了凡事实人有一句话 讲得好啊 能未能无心 中为阴阳所福啊 安得无数啊 人 没有达到无心呢 都在命述当中 怎样才能无心呢 一心为功 念念念为他人想 这样才能转动命运 我们看了凡先生啊 他也是知书达理之人哦 那个很年轻的就考上秀才了 他有没有改变命运啊 没有啊 考第几名通通被算准了 那后来是遇到云古禅师才转变的 而且转变的关键呢 叫云古禅师高明 我们教学者要学习 云古禅师的高明 云古禅师听了他命都被算定了 反问他一句话 你自己想想啊 你因得科蒂佛 因生子佛 老凡先生追醒良久 他反省了好长一段时间 自己讲出来不应也 我们面对成年人呢 直接说你的问题在哪 你有什么习气啊 不是很好了 二十岁到四十岁要用暗示的 四十岁以后不能讲了 这也是属于人情势力 这是一个原则 当然有特例啊 特例不多 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可以啊 可以可以讲我了 可能我们忽略了 当别人讲我们的时候啊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解释 可能自己没有看到 我能接受啊 可是呢 人家稍微讲一下就开始解释了 人家这话就往后说了 我那天遇到一个同修啊 他说 文过怒 文欲乐 我也很想做啊 别人提提我的问题了 我也很想接受啊 可是我心里挺难过的 她也很真实啊 我很想听进去 可是我心里很难过啊 她是个女性 女人啊 当她很在乎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批评她啊 她就很难说 就像心碎了一样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说 女为悦己者隆 女人为欢喜她肯定她的人啊 梳妆打扮了 表现良好啊 是吧 博得 这个男子看他一眼 他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假如他很在乎的人 逼平他一句话 他好像就剁刀万丈生 所以孔子啊 论语第一句话说 人不知而不欲 不亦君子乎万 人家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难过 这个才是往君子的 德行去卖性的 所以这个人不知而不欲呢 要怎么练呢 另一半不理解自己啊 不难过 难接受 父母不理解自己啊 自己也能释怀 不然你越在乎的人 刚好对你有误解的时候 那你就会痛苦不堪了 那这个同修说了 太难受了 忍不住要解释啊 我说你从此开始 你不解释了 你先生就会对你刮目相看 以前都解释了 现在怎么不解释了 家里人对我们的这个信心呢 建立在哪 建立在我们学了传统话 学佛之后的转变 不是用道理去让他信任的 是我们的转变 让他真的变了 刮目相看了 这个信任就提升上来了 所以假如我们学了之后啊 亲人对我们信任不够啊 这个还得关照我们自己 有没有切切实实啊 去落实几句经教 一两句啊 一个人气质都变了 那最近的人最能感受到了 所以得不到家人的 信任理解啊 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了 那刚刚提到这个 张勘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的命述啊 所以跟这个朱辉讲到 我想把妻儿托付给你了 不熟的同学啊 突然这么讲啊 那古代人言语是谨慎的 古者言之不出啊 此功之不代啊 这个话不敢讲出去怕什么 怕做不到啊 结果后来啊 张勘去世了 这个朱辉了解他妻儿的情况啊 就拿了很多财物啊 去帮帮帮助 他的这些 遗孙家人 他儿子呢 就跟他父亲说了 父亲啊 我没有听过你有交这个朋友啊 怎么你这么大力的帮助他呢 这个朱辉说了 他曾经啊 对我有知己之言 他把我当知己了 我虽然没有当场答应他 可是我内心里啊 把他当朋友了 哇 你看古人 把他当朋友了 我的心已经是这样认知了 我就不能违背我这一颗心了 朋友就有情意道意在了 有通才之意啊 哦 那这个性意性意啊 都连在一起了 重性的人也重义啊 这个朱辉 他还跟另外一个朋友啊 叫陈吉啊 结果这个陈吉啊 早去世了 留下了一个遗父子 就是这个陈吉去世的时候啊 他的孩子还在肚子里面 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 那当地的官员呢 就要用朱辉的儿子 那才当官 这个朱辉啊推迟了 就把这个陈吉的遗父子啊 推荐给 对这个官员 你看自己的儿子 有当官机会啊 推迟了 让给 已经离去的朋友 他们家庭比较困难 其实这些性意的故事啊 对我们孩子们重不重要啊 现在是公立时代啊 从小没有重义啊 轻力的话 那这个抵不了社会的公立啊 那一个人抵不了了 就会重立清道义 那他这一生很难不堕落了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人呢 要着眼在孩子的一生呢 今天遇到一个老师啊 他也说啊 他说现在啊 没时间啊 这课很满啊 但是我们在冷静想想啊 哪一个孩子的成功 是因为教科书里面 这些课程内容 那他成功啊 我们不能处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 就随波去了 就只是教教科书的东西了 施者所以传道受益解惑也啊 我自己走过的人生啊 我念初中的时候啊 真的一天考好几科啊 少的时候两三科啊 多的时候有时候一天考六七科啊 结果我有一个理化老师 他上课的时候会有感而发几句话 那几句话才一两分钟啊 那几句话才一两分钟啊 我印象很深啊 他有一次 那个一人生很真诚 他说同学们 人不能有傲气 但是不能没有骨气啊 哇 听这种话的时候 瞬间都觉得有点清凉的感觉 都好像觉得你内心里面 好像有一股能量往外生起来 孩子是有善根的啊 你在他们小的时候 成长的时候 不把这些最重要的做人的心态 给他扎下根去 等到他出高中再上去了 入社会了 通通都是立志当头 那还怎么教啊 所以没时间也可以挤出时间来啊 人有心的时候啊 会突破困难啊 当然我们现在角度任教的 学校就是重视这一块了 那更应该很好的去发挥了 当然了 学习成绩能好 而且是长久的好啊 那铁定是靠内在的一种校的力量 责任感才能长久的啦 而且 按照这种 提海战术啊 培养出来的学生啊 大学联考的那一天 会做哪件事啊 最后一天啊 大学联考最后一天啊 从三楼四楼就把书扔下来了 他不喜欢学习啊 你不是扼杀了他学习的心吗 你不是扼杀了他学习的心吗 所以看似不能看得太浅 不看太太 只顾眼前了 要靠这 考虑这深远才行 所以这个义跟利的辨别能力啊 也影响我们孩子的一生 所以这个诸灰 重道义 这是古人啊 来起个心念 就尽他的权力啊 就尽他的权力啊 去满自己的愿 所以叫 至良知啊 就是王阳明先生说 至良知啊 要对得起我的良心 物置其也 首先 不欺谁啊 不欺谁啊 不欺自己啊 对着自己的良心啊 就对得起人了 內不欺己 外不欺人 上不欺天 君子所以慎毒也 自己独处的时候 不能自欺欺人了 包含这个 我们这个 对人的所幸啊 也不能 对上面很索性用 对下面 或者对小孩 就不索 这样也不妥当 我们 有一句话叫 同手无欺啊 这个在信里面 就有这个韩康卖药 他就是同手无欺了 跟大家前面有分享了 老和尚 答应给一个 一岁多的孩子常吃啊 当天就交代 赶快准备好了 那 这个德育故事里面 郭吉挺吼 郭吉已经当到太守了 那小朋友啊 很喜欢他了 他要离开的时候 大人啊 大人啊 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他算一算 好 我哪一天会再回来 结果回来的时候 早一天呢 他就在 在城外的这个亭里面呢 待一晚 隔天才静 这是 对小朋友 他的所信用 那我们现在 当老师啊 面对小朋友啊 要所信用了 我记得我求学的过程呢 我们 有老师啊 答应我们事情啊 哎 后来 没有兑现 那没有兑现了 我们心里不服气啊 说要带我们去哪里玩 没有带 算了 我们自己去 我们就自己去了 结果呢 我们去玩隔天呢 这个老师就说了 哎 没去的同学 我再带你们去啊 然后就讲了一些 有点风凉话 啊 我身体下一条 实在不敢苟头啊 已经 失言了 哇 还讲这句话 我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 平常老师讲话呢 我是聚精会神看老师的 啊 啊 结果老师是 这么讲话呢 啊 我是在不愿意看他 可能老师平常呢 讲话都会开火吧 所以我一不看他呢 他就发现了 啊 你给我站起来 那我走到前面来 哇 哇 一下打我 要三我八掌 我 炯炯有神的看着老师 他有点打不下去了 后来 叫你爸爸来 我转头 以最快的速度回家找我爸爸 还没有出校门啊 被同学叫住了 老师叫你去办公室啊 就到了办公室了 老师马上 言语非常柔和 老师自己也是到里区了 这一段好像我以前没讲过 出来有感而发 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有很刚强的一面 所以这个 老师手性用啊 在学生心目中 那个威性越来越高 老师不手性用啊 这学生很痛苦啊 因为父母老师是他最尊重的人 所以对小孩 对学生 对晚辈啊 也不能私性啊 那古人还有身为国君 魏文侯 魏国国君 刚好喝酒喝得很高兴啊 外面还下着雨啊 突然国君说了 我跟那个管 山灵 穿折的官员有约啊 要去填列 旁边的人 你喝这么高兴啊 而且外面还下雨呢 可以不去嘛 他不行不能施约 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他一国国君呢 但是他还是 不清他对任何人的 性路 你看一个国君做的一件事啊 就流名轻死啊 就在历史当中啊 记下来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师 的行为啊 符合孝涕中性 离异廉耻 仁爱和平啊 当下 那个德光啊 就进入孩子 人生的历史里面 孩子的心啊 其实 是非常敏锐的 他们还没有 社会的污染呢 好 包含这个古人 刘平其贼 他连盗贼他都不欺了 古人认命啊 被盗贼抓去了 可是他觉得 我先 这个 回去给父母啊 送吃的啊 这些事情啊 做好了 那我再来受死 结果盗贼把他 放了之后啊 他又回来 震惊这个盗贼 真正的人人意识啊 被他感动了 那在信里面呢 还有一则故事啊 印象很深刻的 这张绍 跟范氏 这也是太学里面的同学 那要离开太学的时候啊 这个范氏呢 就跟张绍 说了 两年之后的哪一天呢 我去你们家 拜访 你的尊亲 古人呢 都很尊重别人的父母 哎 哎 见面了 关心 哎 您老啊 父母 都 都好吧 身体都康健吧 这个爱乌其乌啊 都会关心他的父母家人 那 后来呢 快到两年 约定那一天呢 这个张绍就请母亲啊 准备 东西啊 要款待同学来了 他母亲就说了 相隔千里之远 而且这是两年前的约了 有可能会准时来赴约嘛 哎 后来真的 到了 这个凡出言性为先呢 我感觉不简单 等于是 答应之后啊 还是要记下来 不然一忘了 我们现在往往啊 现在人的生活啊 还是事物比较 反多的 有时候你没有马上记下来啊 突然接了一通电话 忘了 为什么 事忙先上帐啊 哎 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事忙啊 也要先记下来 不然就可能呢 事性于人 哎 你真的这么去做啊 都记下来 哎 答应哪个 学生的都记下来啦 哎 到时候一一啊 都实现诺言 学生也会对老师 非常敬佩的 好 所以刚刚举的 这些例子啊 也是啊 见人善 及施起啊 啊 这个巴德 故事当中啊 孝涕中性 礼仪廉恋 都有榜样啊 哎 哎 我们看了之后啊 向他们笑发 哦 那我们 上一节课提到了 话说多不如少 啊 啊 唯其事啊 悟念巧 啊 讲话实在啊 不要有花言巧语 啊 不要去掩饰 啊 啊 我们 修学之人呢 跪在自知之明 知人者自啊 自知者明 啊 为什么自知之明很重要呢 老和尚说啊 修行就两件事 就是 知过 改过 自知之明的话 那就了解自己的状况啊 哎 我为什么话很多啊 哎 为什么控制不了呢 那是心理的状况 产生的 这个情况 那看自己要看着深呢 心缘引微处啊 默默洗涤啊 我们没有 观心为要 观自己的心 深入去看呢 其实经历了很多事啊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这样就变糊里糊涂的了 所以老和尚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那《格言别录》里面讲呢 公身明 人什么时候能看得清楚 公心 不要有得思 不要有思心 才看得清楚 陈生明 真陈在看得清楚 不能对人有陈见呢 这看人就不清楚了 还有《充容生明》 心要充容安定 心假如很急躁啊 看人看事看不清楚 所以 老和尚这句啊 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才是觉醒觉悟 学佛就是学觉啊 在哪个地方觉啊 在面对的一切境界 看得清楚自己 也看得清楚他人 我们在教学的现况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孩子 犯错了 我在应对这个语言的过程呢 我自己要看得清楚我的心里 我有没有起情绪啊 我只起情绪了 就很难教育这个孩子了 你怎么又来了 哇 这个言语一出去了 就伤到他了 心平气和 哲能言啊 哲能言啊 我自己是心平气了 我才开口啊 就是清楚自己啊 哎 当我们要 谈话的时候 要能感受到孩子 对方 现在的状态 他可能做做事 已经是惊恐的状况了 有可能你要先安慰他 安抚他的心呢 要时时能体察别人 的状况 李济学序说的 知其心 了解他的心的状况 然后可以 救其失 掌其善 而且啊 当他犯错呢 我们首先关注他 他的心会安定下来 他会感觉到温暖 他会 跟老师交心 如果我们首先是情绪上来 指责的言语了 那孩子头就低下去了 甚至于会调动他 可能成长过程 就常常一啥情况 父母也没问清楚情况 就先来一顿骂了 他习惯了 他就调起那些 你骂吧 你骂吧 你打吧 看 见未真 勿清言 把事情要先搞清楚 不能先情绪上来 论人之非 这个都是隔音别录的话 真的很有人情事理的智慧 论人之非 非当圆其心 你要先了解 他做这件事的动机是什么 一个孩子 给母亲倒了一杯水 高高兴兴端过来 不小心给翻倒了 瓶子水杯摔破了 是犯错了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 笑啊 他看妈妈刚下班了 赶紧要端一杯热茶 给母亲了 这个时候母亲讲了 你搞什么鬼啊 你看他会不会内伤 哇 你看古人啊 这些话里面 体恤人心 很深啊 你当圆其心 他的动机是可贵的 你去肯定他这个动机啊 哇 我看他当下 虽然 摔破杯子了 你要肯定他 他眼泪就下来了 这个妈妈太理解我了 老师太理解我了 父母跟孩子 老师跟学生要交心啊 不能有隔阁啊 不能有代沟啊 我们希望的是 孩子 孩子对父母那个父子友情终身保持爱 那师徒如父子啊 他那种对父母的那种亲爱 很自然的 老师长他的慧命了 他这种 对老师的亲爱 也能终身保持啊 哇 你看那个孔子的学生 一谈自己的老师 这个 两只迷高 钻之迷奸 三只在前 呼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 善诱人 你看他老师的形象 特别柔和 很有耐心的教导学生 包含子供 都是很 敬佩自己的老师的 所以子供所商了 六年 他自己啊 又加了三年 子供是大商人 才华洋溢 他刚去的时候 我就打算了 我这个一年了 就能够 还是三年 我就要超过老师了 后来就不可能 后来就很敬佩夫子 好 那 那 我们假如观察到啊 自己画很多啊 那就 看 自己心是不是不安 自己在挂碍什么 为什么画会多 信不足则多言 感觉别人不够信任自己啊 就很希望多讲 赢得别人的一个信任 其实信任了不是话讲多来的 信任是做 做到让人家佩服 我记得 我记得 我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啊 听过 演讲当中说到 成人的世界里面呢 别人不会听你说什么 别人会看你做什么 人家听其言呢 会观其醒呢 所以我们也 在每一天当中呢 更了解自己心的状态 不能 一天 稀里糊涂过来 印光祖师说 日用之间呢 一天当中万静交集 多少个静见 一万个静见 一不觉察 一没有反观自己的心呢 难免种种 唯理情想 违背信德的这些烦恼 贪嗔痴 唯理情想 撇耳而生 就出来了 词想寄生 真心睡寿故闭了 这些烦恼一起来 真心就被障碍住了 我们真心一被障碍住了 起情绪了 我们跟孩子讲的每句话 可能就伤到他们 因为有带着情绪了嘛 好 那后面讲了 尖巧语 惠乌词 誓景气 切戒之 这尖巧语有点强词夺理了 惠乌词就不雅的 自聚 誓景气就很粗俗 这狂妄自大的这些口气了 好我们感受一下 当对方是这样 给我们讲话了 那我们会很不舒服了 但不能因为对方的这个态度 我们也动情绪去回应他 这样就不妥了 像这个地质规简说里面 提到的 我们遇到别人这么讲话 我们反 反唇相机 恶言相向 我们应该有遇过 同学 打架了 或者吵架了 一了解 他骂我啊 我忍不住了 骂回去了 或者在球场当中 在竞赛啊 遇到冲突了 双方缺乏自我克制 哇 那就对骂了 尖酸 刻薄的话就出来了 甚至用污秽的言辞 咒罵对方了 这个在电视里面都有看过啊 这都可以提醒 同学们啊 在这种情境之下 都不能 情绪用事 不然结果就 互相冲突 甚至互相 做欧啊 受伤了就麻烦了 好 所以平常学会了分辨言语的好坏 不说尖巧语会无耻是景气 这些 比较低劣的言辞 不讲 那遇到事情呢 就能克制心中的怒气了 把情况可以化险为宜啊 掌握情绪啊 才能掌握未来 其实呢 这个对我们在第一线教学 掌握情绪是很重要 但是也很不容易 一天当中 可能好几个学生的状况 我们都得定得住啊 这个忍辱的功夫啊 我们当父母 当老师呢 什么时候表演给孩子看呢 往往都在家庭教室里面这种现场 那老和尚有一篇教导 得行言语啊 因当学 这一段教会啊 我们感受感受 言语 产生的差别 天长之别 之前好像有跟大家交流过嘛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我看点头的人不多 代表还没有21次 所以我们一问 同学们之前讲过了 记不记得啊 他们没反应的时候 你不要生气 这个时候可以幽默一下 你们不记得正常 科学家说要21次才记得住 我之前因为听老和尚讲经了 说释迦牟尼佛已经第八千次来了 我一听太丢脸了 第八千次我也没听话 现在在这里轮回 后来我教学了 我是以八千次为标准 自己还没讲八千次了 没有资格说人家了 好 那我们复习一下 忍住情绪 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抱怨带来记恨 宽容乃是智慧 你为什么要抱怨呢 可能对方有错啊 可是当对方有错啊 我们忍住抱怨 而能宽容的时候啊 我们想一想对方 印象深刻 很感动啊 不只没有骂我 还包容我 人的善根就 就从父母老师领导 从这些静缘当中啊 把他们的善根掉出来了 老和尚讲过一个例子啊 他年轻的时候 在单位 当时候那个椅子 有弹簧啊 哇 老和尚二十几岁的时候就 那个就弹簧了 显然他的单位不一般了 结果老和尚就在那 摇啊摇 突然 他的长官进来了 哇 你看当下自己也很不好意思啊 结果他长官很有修养啊 他说你这样啊 到时候摔伤了不好啊 没有批评他 还站在关心他的立场 老和尚说 从那一次以后 都没有再做这个行为了 他善根被触动了 所以今天呢 孩子犯错了 噼里啪啦骂他一顿 这个学生过后呢 下次照饭 不让你看到 所以我们的心啊 是调动孩子的善根 还是调动孩子的情绪啊 这个我们要 在境界里面我们要清楚啊 这宽容乃是智慧啊 老上这个长官有智慧啊 少说讽刺的话 少说讽刺的话 多说尊重的话 讽刺显得轻视 我们学净土的人 不能讲讽刺的话啊 跟普贤行不相应啊 那这个跟普贤行不相应 要往生就难了 平道接不上啊 我们词这个 我们词这个 我们理尽 学生的佛性 我们就不会有 讽刺的言语 所以老上说 三字经前面八句话 非常重要 而且第一句 大根大本 前面两句话 人之初信本善 教育要从这个基础出发 相信每一个人 有本善 你不讽刺 而且还尊重 他自己就反省了 是吧 我记得我父亲 我犯错了 老人家最常讲的 你要自爱啊 没有讽刺我 反而更让我 懂得不要糟蹋自己啊 你自己要自爱啊 这是尊重的话 这是 父亲教导我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叫自爱啊 后来学佛了 什么叫自爱啊 随顺性的 三归 归一自性绝症境 叫自爱 随顺民邪然 就照他自己了 所以少说讽刺的话 多说尊重的话 讽刺就显得轻视了 尊重增加了解 一讲尊重的话 可能学生就 把心里话 跟老师讲了 就容易交心了 少说伤害的话 多说关怀的话 抱怨讽刺伤害 这个都是要忍住脾气 才不会出来 伤害就会形成对立了 我们现在想想 我们接受到 哪些人 或者接受到学生呢 有没有感觉彼此有一个距离 假如有 我们就可能有讲过情绪的话 就会形成这种无形的磁场 那过去过去了 要把它化解掉了 伤害形成对立 关怀 关怀获得友谊 少说命令的话 多说商量的话 命令只是接受 商量才是领导 这谈的是领导 学了 老上 谈到修行两个字 叫修正行为 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行为是有习惯的 比方说学习的习惯 知识性的学习 要转成领悟的学习 比方我们在五轮的相处当中 我们也有习惯 这个习惯 那个不很警觉的反观自己 这个习惯有时候 自己都看不到 比方我们做领导的时候 可能就 压下去 就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命令只是接受 这个接受是勉强接受 心理不符 待人要待心 这个任务来 就压给底下 都不体恤底下的人 就很难待心的 真正有格局的领导者 下属犯错了 下属犯错了 不会说他的错 切得干干净净的 这不干我的事 他的错 你看这个下属心会不会凉 我们也见过很好的领导者 下属犯错了 人家在指责他的下属 他不行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我没带好 把过引引过来了 这样的领导者 人家觉得很有安全感 很值得信任 遇到事情 遇到事情 都跟下属撇开关系 这个就是 都是只在乎自己的 名利 形象 没有顾及到 君臣之意 所以在哪里修行 在五轮关系里面 人无轮外之人 学无轮外之学 所以老和尚说 敦伦净奋是大道 到哪里去修大道 没有离开五轮 那我们再感受一下 商量才是领导 这种无形的东西 我们要感受感受 你看那种命令式 办公室的氛围是怎么样 那种商量 大家参与度就很高 集思广益 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把大家的潜能激发出来 这是企业的文化 企业无形的氛围 人和的氛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我们看群书制药里面 领导者接受下属的劝谏 举了很多历史 汤舞以恶恶而仓 商汤舞王怎么兴盛的 底下的人都敢劝 都敢讲真话 不会粉饰太平 就昌盛了 节奏以为为而往 下节商座 朝廷里面没有人敢讲真话 要讲真话就被他给陷害或者杀了 没有人敢讲话 这个兴衰 都在领导者能不能接受劝谏 所以我们经营了一个团体 那个氛围就是 让大家都敢讲真话 为什么 都讲真话才知道情况 才好改善 会形成不敢讲真话 那这里面就是为了粉饰一些不妥 考虑个人位置得失这些问题 那这可不好 我们这团体本身是公家单位 不能在公家单位模拟个人的利益 误了学生的事情 这个造业就重了 这个得想清楚 我们能够从事教育工作 这是有福报的人 别人啊 别人想做不见得有这个因缘机会啊 所以我们佛门很圆融 在哪里行菩萨道 在各行各业 在每个角色行菩萨道 当领导可以行菩萨道 当臣子也可以行菩萨道 应以窄观生得度 极限窄观生而为说法 你看宋朝包听天包公 大家想一想包公是不是观之音菩萨再来 当然我们要去极乐世界比较清楚 现在见未真无情言 知未帝无清传 但是你看一个官员呢 居然可以影响一个民族千年之久 是吧 甚至什么 民间艺术 演了一千年了 还是他最叫做 杂美案 把陈世美 这个 猝死 因为这个陈世美 复兴汉 所以我们善用心呢 就在我们的本分决策当中 吉功雷德 成就菩萨道 下一句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每一句的差别都很大 但是就是一句话而已 批评造成隔阂了 鼓励呢 可以激发潜能 所以这个 控制住心中的情绪怒气 不只可以化险为宜 可能 这个 宽容 尊重 关怀 商量 鼓励的话出去了 孩子被感动了 孩子被感动了 以后你讲什么话 他都重视了 所以诸位老师我们 好好努力 不要让学生 都是追星了 一追都是这些明星 假如他最崇敬的人 就是他的父母 他的老师 这个孩子以后前途 不可限量 这个追星好像还没追出 动良之彩 好 好 我们看 下面 提到了 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这个还未看清楚的真相 不轻易发表意见 诸位忍者 容不容易 大家有没有 在一些境界当中 那个话快出来了 压回去 好像还不够清楚情况 忍住忍住 尤其 假如这一件事 某一个人 你有点看不出眼 你要更忍住 你会更有点忍不住 我得痛快先讲两句 健未真无情言 不能意气用事 不能感情用事 知未地 这个地就是了解的深入透彻 对这个事情 对这个事情 甚至于是意理 不够了解清楚 不能轻易传播出去 我自己就有经验了 还没了解清楚了 讲出去 后来不是这样 后来不是这样 还得发好几个短信 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看 这个传错了 有时候 有时候忍住一个习气 省了很多使劲跟精力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晚 一个情绪没忍住了 趴一出去 跟对方结梁子了 而且对方还是重要人物 你就是在那担心害怕 一百天 是非以物轻诺 果轻诺 净退错 事情不恰当 不能轻易答应 如果轻易答应了 就有可能让自己 净退两难 感觉disgrace 每一句要做 确实也不简单 大家很有定功 很理智才行 不能感情用事 比方说 遇到高兴的事情 古人说 喜食之眼多失幸 很高兴的时候 答应的事情 很容易就失幸于人 一高兴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后面做不来了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 这个就净退错了 而且答应别人以前 隔言别录 我今天介绍了好几句 郑重推荐 鸿一大师 隔言别录 都跟言语有关 有个像 刚刚说 知卫帝 勿清传 所以隔言别录说 清信清发 听言之大 大戒 你一听了就相信了 都没有去 甚思明辨 了解情况 你就趴出去了 这是听话的大忌讳 是非以物轻弱 隔言别录说 任何事情要 任何事情要度得量力 审视责任 你要答应一件事情 度得量力是衡量自己 能不能做 而且还要审查行事 现在行事不行 怕你就答应人家就错了 什么事情 得顺势而为 不能逆着行事 十节应缘还没到不能强求 林哲学先生说的 时运不通 妄求无益 条件还没具足 不要 攀缘 去做 所以达摩祖师 他的老师 原籍的时候告诉他 我原籍 六十七年之后 你才可以到政战 才可以到中国 六十七年 不能着急 六祖大师接了一波 在猎人堆里面待了多久 十五年 大家有没有经验 事情答应了 做了一开始 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好像有点心不通 所以还得深谋远虑 稳扎稳打 审视 还要责任 这件事情很值得做 你还得有适当的人 才能去做 没有适当的人 一个大好事最后就搞砸了 事搞砸了都有流弊问题 这个我经历过好多 哇 那时候人生阅历很不足啊 比方说 这个耗鸣力的人都冲在前面 哇今天来了 哇献英勤 对你好得不得了 跟你拍一张照片 回去了大肆宣传 哇我跟蔡老师交情多好多好 哇结果他就在一方 就搞起来了 吃香的喝辣的 然后 别人都劝不了他了 而且他会打击人才了 因为他有名利啊 那我们可能就 坏了一方的姻缘 那我们可能就坏了一方的姻缘 这个我干了太多我不杀博人 博人因我而死的事情 所以 警啊信啊 看这些教诲都很重要啊 我们也得在世上练了 然后用言辉的不饿过 才能警觉性很高啊 把这个激动啊 意气啊 扶住啊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